从11月16日起,香港电台各频道每日早八时新闻节目前播放国歌。 有香港政界人士认为,相关举措有助培养港人的国民身份认同感, 这也是香港电台作为公营广播机构的应有之意,应尽之责。 香港立法会议员何君瑶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, 公营广播机构播放国歌是非常重要的举措。 市民多听国歌会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国家观念, 希望未来香港电台能多宣传一国两制及基本法, 做好公营广播机构的本分。 香港电台立属于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, 负责制作电视及电台节目。 根据香港电台约章, 港台需提供让市民了解社会和国家的节目, 培养市民对公民及国民身份的认同感, 因为港台播国歌, 反对派诋毁所谓破坏言论自由。 何君瑶认为这是无稽之谈。 美国都日日奏国歌啦, 看美式足球啊, 或者英式足球啊, 蓝球啊, 他们比赛之前都一样站在身上奏国歌的, 那有什么问题呢? 现在你这个香港电台奏国歌, 它是带领作用, 做的也是应该要做的, 跟什么?言论自由, 编辑自主, 独立经营等等, 两码事。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梁美芬则表示, 公营广播机构早就应该增设不国歌时段, 奏国歌升国旗仪式神圣庄严, 香港回归后就应该经常举行相关仪式, 香港电台此举虽迟, 好在终于迈出了第一步。 公营广播机构应加强宣传国情和一国两制, 提升港人国民身份的认同。